大家好 今天是5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港股又繼續跌下去 和大家之前的時間 都有提及到 市場穿了250天線之後 其實形勢也有點急轉直下 而且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有沒有相對好的消息? 沒有的 今天你見到的成功量 雖然好像是900多億 但似乎一些錢 都是只是營賦基金買的 因為營賦基金的交投是超過百億 也有點誇張 但市場的情況 就是現在的格局 真的不太理想 原因是市場真的沒有好消息 而且可能我自己也失算了 什麼為自己失算了呢? 就是想像不到內地方面 都這麼久以來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政策出台 特別是自己的消費措施 這方面什麼都沒有 人仔這陣子就弱了 導致A距也好 港距也好 比例是比較差的 所以現在部署上 也要建議大家 都是 不變應萬變 有些貨底 可能是在捱戒 咬緊牙關 可能要先捱一會 我覺得內地模式 亦都可以這麼說 內地不太相信 他為什麼會 不早都不出 可能等他做出招的時間 還有看看大家 拿出什麼貨 如果是可以 實惠之後的情況 就不怕拿 今天我們A股的成交量 都多了一些 由7600多億 就是昨天的時間 去到今天 8000以上 今天的情況 又好一點 也算是 如果是內地成交 兩方面 但是氣氛還是差的 氣氛還是差的 這一點 就變成 大家都可能 這一陣子的時間 都不太想看過事 是不是 我也是 這一兩天 其實都不太想看過事 就是 會看 但是因為 有沒有什麼業績 今天 都不研究上了一些 有聯想的 但是 你有沒有這些業績的事情 聯想 阿里健康 金生雲 這些 我在家裡看了 聯想也是今早 下午的時間 立得全 但是 剛剛所說的 241 這個 什麼 金生雲 真的在家裡看了 那 又沒什麼特別 其實 要靠業績期這個因素 要對事理好 是之前的事 那 之前的業績表現 都不能夠自己的事 那 這一陣子的時間 應該就難一點了 那 還有 外來方面 大家都仍然 關注著 職務上限的情況 那 我又不是 我都說了很多次 我就不擔心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要擔心的話 就可能 要擔心這個 人民幣匯匯加 轉入這件事情 兼且 美金 或者美國 是否真的亂轉 那方面 在一晚之後的時間 你會再加息 因為如果你有加息的話 你跟之前大家 一些的預測 就可能為了這個 適合見頂 又可能有點不同了 那 如果適合見頂的話 那 即是意味著 美國仍然有加息壓力 對於美元來說 又會變成一支 強心針 所以 大家先留意一下 看看 美金的動態 還有那些 經歷數據的變化 因為 星期五 就是美國出這個 CPE數據 那 今天收市之後 應該要出NVIDIA的業績 即美國那邊 那 所以 大家 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情況 那 都沒有特別的 但是 我想說 這件事 最近開始 都多了 人問日股的事情 可能見到 日本股市 就 衝了上去 那些朋友 就想去 另外 有沒有一些 入股推介 首先 我真的 沒有太多留意 日股 之前有一陣 有留意 因為那時候 剛剛好 光客機 就是研究光客機的時間 就知道 類似那些 那些 那些 是有些 日本公司 專門做的 那一陣 是有看過 一些公司的資料 但是 很初步 很便宜 那 我唯一 認識的 或者比較熟悉的 股份 可能真的只有 任天堂 但是 其他人真的不認識 所以 如果你問我 入股的話 是真的要考慮我 還有 有時候 我會覺得 沒有我專門的飯 我自己 最熟悉都是講股 美股 也當作是 研究一下 入股有沒有研究過 所以 我又不會突然 變成入股專家 所以 有些人 突然間 會變成入股 專家 我又不會 而且 我只是不認識 所以 到股市 有時間 可能再看 但是 應該 不會 因為 太多市場 其實都看不完 所以 今天 短短的 拍完片 因為今天 真的 沒有特別消息 那些股份 我看開的 我鍾情 就是 我意思是 是 OK的 變成 他 變成 就是 這樣 就是 插著他 不會被他沽貨 所以 大家 熬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 短期 看看有沒有技術 反彈 看看有沒有機會 好一點 希望 再次 看看 明天有沒有機會 做得好一點 大家 大家有問題 歡迎大家 留言給我 我也明白 大家最近 看來市場 都有點無心戀戰 但 希望 我們還存在 不過 要等 等 就這樣 大家 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有問題 歡迎大家 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